2021年7月7日 一上午就离开了新疆阿克苏库车市 接下来一路往西 今天将要赶到阿克苏拜承县 听说那边有一个佛教石窟 打算前去一滩究竟 拜承县是新疆阿克苏地区 天山中段南路的一个小县 有15900平方千米的行政面积 全县的人口有大约25万人 拜承县四周被群山环抱 西北高 东南低 整体为一个带状盆地 这里的地形非常复杂 因为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 所以日照充足 降水量少 这一路行来 光秃秃的山峰一片荒芜 窗外的空气分外燥热 虽然眼前的景象壮观辽阔 可对于我这么一个 在四季分明的中原地区呆惯的人 还是无法抑制 内心渐渐升起的焦躁 从昨天到了库车之后啊 这边的气温就已经让人有点受不了了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30多度 特别热啊 而且此外线很强烈 车窗外面反正就是一片荒芜 都是一些小的灌木 很少有那种能遮阳的大树啊 从库车到达拜承 需要先折回独库公路 然后向西 拐入307省道 在进入拜承县界之前 同样需要过一次安检 登记身份证信息 这会儿啊 是下午的两三点钟 一路走过来终于看到树了 我的妈呀 大多数的地方都是没遮没挡的 太热了 好在这儿还有一个小块的树荫 旁边有一个水渠 我感觉我的行程啊 要需要稍微的改变一下了 因为这边实在太热了 我可能需要尽快的赶到喀什去 然后去海拔高一点的地方 稍微凉快一些 这附近啊 有一个村子 所以这边才有一些杨树种着 我今天反正走过来 大多数的路段啊 都是这种光秃秃的 地上可能就会有一些 这样的小灌木 这样的大的杨树 我是今天第一次见到 看看 这个 哇 这个沙子烫人 我去烫人 太热了这边 这回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新疆拜承县的克泽尔乡啊 这附近呢 有一个千佛洞 我看了一下还是蛮有特色的 我本来今天想去拍这个千佛洞的 但是走到这里还有几公里啊 我实在是热的受不了的 今天看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拍摄的 因为实在是天气太热了 所以今天呢就暂时在这休息 明天一早啊 趁这个天气凉快的时候 再去拍那个千佛洞 不行不行 实在是太热了 我现在需要解决一下 哎呦 这个夏天 太爽了 再来一趟 那些冷水 凉桶水下去啊舒服多了 现在全身湿透 啊 爽了 北窥这有个水渠啊 不然我今天中午就难熬了 这里面有一个村子 咱们进来稍微的瞄一眼 这种的全都是玉米 你这种地方其他的作物也不太好活 玉米比较耐旱一些 家家户户一个小院 看院子里都是葡萄架啊 哇 这个村子其实还挺漂亮的 这种花叫什么花啊 不认识 但是街道特别的干净啊 很多的草料 闻到一股牲口味 应该是喂一些牛啊羊啊之类的 但是没看到牛棚羊棚在哪 羊圈不是羊棚 看看 家家户户都有葡萄架 看看人家这交通工具 你好 毛驴车 百公里只耗一把草 哇 这葡萄架太有感觉了 这地方啊 除了热 除了植被少一点 没什么其他的毛病啊 但是一般 那种比较荒谷的地方 都不是在村子里啊 人家的村子和城市绿化搞得都特别好 我此时所在的阿克苏拜城县 已经是属于南疆地区 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按照天山山脉分为南疆和北疆 天山以南为南疆 天山以北为北疆 北疆所属的地区 有阿勒泰地区 塔城地区 克拉玛伊市 昌吉回族自治州 乌鲁木齐市 图鲁藩地区 哈密地区 布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以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其中伊犁最为特殊 因为它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介于地级和省级之间的行政单位 阿勒泰和塔城都属伊犁管辖 而南疆则分为阿克苏地区 克兹勒苏克尔克兹自治州 喀什地区 和田地区 以及巴因郭楞蒙古自治州 其中最为特殊的巴因郭楞蒙古自治州 它是中国行政面积最大的地级行政区 被誉为华夏第一州 行政面积相当于三个山东省 或四个福建省 而中国最大的县若羌县 便隶属巴因郭楞蒙古自治州 这个县的行政面积 就有20.2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浙江省 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区别很大 首先在于人口 全国56个民族 新疆便占47个 北疆的汉族人比较多 而南疆的维族人比较多 除此之外 气候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北疆大多属于温带大陆性 干旱半干旱气候 南疆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 干旱气候 在气温方面 南疆平均气温7-14摄氏度 北疆只有零下4-9摄氏度 南疆的气温高于北疆 而降水量方面则是北疆高于南疆 北疆前年的降水量为150-200毫米以上 南疆的降水量约为25-100毫米 关于新疆旅游有这么一句话 北疆看风景 南疆看人文 所以新疆的北部和南部 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美 但是都值得细细品味 我是冬瓜 正在一人一车自驾新疆 点赞评论加关注 远方的风景就是我此生的信仰